武庚纪123集,救神击战黑龙,大元帅附体武庚,灵魂全套降临。 武庚纪的战斗剧情还在继续,由于武庚大不赢黑龙,所以武庚决定逃跑。 对比来看,民族战士决定战死沙场。 这就很有意思了,到底是尊严重要还是性命重要呢? 武庚一开始选择了性命,而民族战士选择了尊严。 不过白菜说了,两边都没有错,武庚说的话也很有道理。 实际上,武庚并不会逃跑,他还需要提升自己的实力。 在武庚纪123集的先行剧情中,救神击战黑龙,大元帅附体武庚,灵魂全套降临。 大家期待已久的绿狗终于来了,这才是最给力的地方。 这一切都是逆天而行的计划,原来逆天而行从一开始就计划了这个结果。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就应该记得,逆天而行和黑龙一战中,白龙最后说了,逆天而行收敛了灵魂之力。 实际上,大元帅当时决定把这股力量交给武庚,让武庚继承这股力量。 这才是逆天而行最后的操作,这次现身走,估计就真的没戏份了。 逆天而行将自己的灵魂封印在命气之中,当武庚拿到这把命气之后,他就进入了灵魂假死状态。 在这里,武庚和逆天而行见面了。不仅如此,武庚还看到了救神大战。 这是救神大战黑龙的画面,最终结果肯定是黑龙赢了,但是武庚也见识到了救神的风采。 救神还是很强,为了打赢黑龙,拼尽全力。 按照逆天而行的说法,黑龙并不是无法战胜,只是需要更强大的力量而已。 这是逆天而行最后的灵魂,最后,大元帅将自己的灵魂附体在武庚身上,这就完成了他最后的一愿。 当然,在灵魂世界中,武庚和大元帅来了一个最后诀别。 这次诀别之后,武庚就要复活了,而且还会获得全新的力量。 最终,绿狗复活。不过武庚复活之后,永恒之夜也彻底破碎了。 这就是这把命气最后的作用,因为他的灵魂之力已经注入了武庚的体内。 民族的灵魂之力和武庚的体内的救神共共融合,一个全新的武器诞生了,它就是灵魂拳套。 一开始的时候,这只拳套是土豪金的袋色,这次升级之后直接变成了绿色。 这灵魂拳套也是武庚最后的杀手锏,目前来看,这是武庚可以使用的最强武器。 这一战会更加精彩,不过武庚还是打不赢黑龙。 接下来,估计就轮到神眼出手了。 神眼等了这么久,终于有机会可以偷袭黑龙。 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,干掉黑龙才是王道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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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